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粮食和钱全部给我交上来 我还想着把宫殿扩建一下呢 正是要用钱的时候 大王 这样不好吧 我们不能一直剥削人民呢 我才不管那么多 我是大王 我说了算 快去征收 大王 您需要三思啊 这样会丧失民心的呀 您万万不可这么做呀 您这么做是伤天害理的行为呀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胆敢这么跟我说话 来人 给我把关龙庞拉下去砍了 臣 可以死 但是大王千万要三思啊 本王念你之前有功 赐你安逸地死去 关龙庞接过毒酒 饮下后倒地 毒发身亡 百姓们恨透了夏杰 这个夏杰 什么时候才会灭亡 我们宁愿跟他同归于尽 只求夏杰快点造报应吧 咱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商汤看到夏杰十分腐败 决心消灭夏朝 这个夏杰真是昏庸无道 我一定要替天行道 眼下我只能先屈服于他 然后不断壮大我们的实力 一举讨伐这个暴君 我支持 咱们这么做 是解救天下百姓 于水火之中啊 对 我也支持这么做 好 咱们就先招兵买马 慢慢扩大咱们的势力 那时候部落的贵族 都是迷信鬼神的 把祭祀天地祖宗 看作最要紧的事 商部落附近 有一个部落叫葛 那儿的首领葛伯 不按时祭祀 祭祀就算了吧 我不太相信这个 汤派人去责问葛伯 葛伯 大家都在祭祀 为什么你不祭祀呢 我们这儿穷 没有牲口做祭品呀 于是 汤送了一匹牛羊 给葛伯做祭品 哼 给我送这些来 我自己把这些肉吃了 我就不祭祀 我把牛羊都送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不祭祀呢 我没有粮食 怎么祭祀呢 我派人帮你们耕田吧 还是要祭祀的 汤派一些老肉的人 给耕作的人送酒送饭 不料在半路上 葛伯把那些酒饭都抢走 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 敢挡我们的路 土匪一刀刺向小男孩 小男孩倒地身亡 葛伯的这个做法 运起了大家的公愤 这个葛伯真是坏透了 这次他真的过分了 借此机会把他杀了吧 我们同意 于是 汤出兵消灭了葛伯 后来 汤又连续拿下了 附近的几个部落 实力逐渐扩大 这时 天性一下节统治的 还有遗族 但不久之后 遗族人忍受不了 下朝的压榨勒索 也逐渐叛离下朝 由于推翻下王朝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汤和义尹决定召集商军将士 由汤亲自向大家试诗 兄弟们 不是我想叛乱 是夏节实在作恶夺端 上帝的意志要我消灭他 我不敢不听从天命啊 大家也一定要听天命啊 商汤借上帝的旨意 来动员将士 再加上 将士恨不得夏节早早灭亡 因此作战非常勇敢 夏商两军在明条打了一仗 夏节的军队被打败了 听说夏节逃到南朝去了 我要追过去 把他流放到那里 看着他死去 我才能放心啊 之后 夏朝就被新建立的商朝代替了 历史上把商汤伐夏 称为商汤革命 老师 汤真是一个优秀的首领啊 很能为人民着想 是啊 商汤面下节是正确的 暴君不除掉 怎么能平定天下呢 大家之后 也一定要做 伸张正义的好人 老师 我们一定会的 嗯 你们知道吗 因为古代统治阶级 把改朝欢代 说成是天命的变革 所以称为革命 这和现在所说的革命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师 怎么不一样啊 现代革命 原本用来指 君主制朝代的变革 也指 共和制变革君主制 如率先称呼 孙中山等人为革命党 青木 革命的词意更加扩大 分指重大的革新 原来这就是革命的意思呀 我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嗯 同学们真棒 以后不管我们做什么事 都一定要替他人着想 要做个有爱心的好人哦 哦 我们知道了